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以色列总统纳坦雅胡却说 战争还没结束 蔡英文访欧行 第三战前进比利时 拼文化民间外交 今晚锁定近新闻团队 带来的第一手观察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黄盛凯 台积电股价在今天标出历史新高 盘中攻上了1100元 中厂收债1085元 这两个数字都写下新的记录 而当然这跟昨天 法收会的亮眼财报有关系 外资现在大胆预测 目标价最高会标到1600元 真的有机会吗 财经专家谢金合就分析 不管是三星还是英特尔 这些同业都看不到台积电的车尾灯 台积电法说会 搅出天花板等级的成绩单 董事长魏哲嘉更说 未来五年AI需求很强劲 激励台积电17日ADR 飞涨9.79% 收在超过205元美元的新高价 也让台积电18日股价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盘中最高供上1100元整数 关卡市值一举达28.5兆元 中厂收在1085元上涨50元 涨幅达4.83% 盘中级收盘股价双双皆创下历史新高 台积电大发路也激励台股表现 以23487点作收上涨433点 成交量达4849亿元 是创下7月18日以来的新高 让星期五上演狂欢派对行情 看好台积电未来表现 尤其两奈米在明年下半年 开始贡献营收 毛利率也将更高 外资纷纷上调 目标价最高甚至可以来到1600元 近新闻 陈志峰张权涵采访报道 而现在台积电跟辉达 两家合作将近三十年的公司 居然爆出了内讧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多次提到 台积电创办人 他跟张周谋是有很好的交情 两个人在三十年前就靠着 一封信跟一通电话 合作到现在 也是业界的最强组合 不过外国媒体这时候却曝光 两家公司的紧密合作 现在背后出现了裂痕 就跟辉达的最新产品 Blackwell有关系 在今年的三月份 GTC大会上面 黄仁勋公开表示 这一款晶片的需求超疯狂 而且全部都由台积电代工 这也带动相关的供应链 国家大长 不过媒体却铺路 GTC大会之后几个礼拜 辉达的工程师他发现 Blackwell他在特定的高压环境当中 居然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甚至接着就爆出出货延迟 来不及出货的消息 这也让台积电跟辉达 陷入互相指责的僵局 而这样的关系紧张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之前静周刊就独家报导 黄仁勋在六月份 到台积电的时候 他特地要求 台积电要替辉达 专门盖一个Cowars专线 没想到台积电却拒绝 当时的整个会谈气氛 非常尴尬 最后是靠台积电董事长 魏哲家打原厂才化解 而这么好的合作关系 恐怕也都经不起商业考量 黄仁勋日前 他曾经在会议中提到 如果必要的时候 他随时都可以采用 其他的厂商 所以这传出 辉达正在跟三星讨论 他们要生产 新一代的游戏晶片 不过台积电 他在先进制程的狼率 跟市占率还是领先 所以就算辉达现在 再不高兴 再不满 他短时间还是离不开台积电 这时候也传出 黄仁勋明年一月份 他会到台湾 不只是参加辉达的尾牙 他同时要去跟张周谋 拜早年 大家好 招牌皮衣让人一眼 纵能认出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台上大谈 AI议题 一开讲 就是两个小时起跳 即便室内有空调 外界还是后期 怎么能穿得住 原来是黄仁勋 时分讲奏冷气温度 像是去年在南港展览馆举办的台北电脑展 当时官方还特地有经济部的许可下 还把里面的温度调降到20度 当时王美花还说要尽量配合 因为当时恰逢经济部推动冷气室温运动 营业场域会议室温26度上下 当时展览馆还特地凉了出风口 温度达20度 无法再降到18度 毕竟他对台湾整个科技产业 或是跟台积电人合作 或是台湾的整个AI伺服器的一个产业的合作 是当助相当大 那黄仁勋也非常挺台湾嘛 所以主办单位也是尽力的去配合他 现在跟外传黄仁勋将选在农历春节前 也就是明年1月17日前后来台 不只会参加签名员工的尾牙晚宴 也会和老友许就碰面 特别排定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提前拜年 当然也少不了和鸿海广达等供应链伙伴会面 紧盯晶片量产跟出货进度 毕竟辉达跟全球四十多家电子产品制造商紧密合作 巩固伺服器合作伙伴 辉达一举一动都牵动全球AI半导体产业风向 继续里面蔡日如采访报道 三个家庭就因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他爱秀爱线一夜直接崩溃 昨天晚上六点多 台北市东湖市场附近 突然有一台休旅车撞到路边的摊位 导致当时老民正在用餐的顾客 还有一个路过的机车骑士死亡 而肇事者只有十五岁 他没有驾照 偷开的是阿公的车 他为了要证明自己会开车 没有想到上路不到十分钟 撞死三个人 目前他已经被一过失致死送办 少年法庭在今天下午开庭的时候 裁定收容 关键六点多市场内满是人流车潮 突起来的撞击声也让所有人停下手边工作 抬头张望 没想到下一秒 我看到了 包冲休旅车当场撞进三角窗店面 刚走进其楼内的黑衣男 赶紧小跑步 插点被波及与死神插身而过 一旁民众也被吓得拔腿狂奔 残皇逃生 还有人差点撞上马路上小货车 这类目击民众都傻眼 天外飞来横货现场满目疮痍 是旅车车头全毁 墙壁上留下斑斑斜鸡 跟接连带走三条无辜人命 而这起夸张事故的肇事者就是他 年仅十五岁少年 还背着书包不知所措 待站在现场 于旁忙着急救的医护人员 形成几大对比 几走车祸就发生 在十七号晚上六点多 原来这名少年头开外公的车 五照上路 途中疑似雾将刹车踩成油门 时空冲撞进台北内湖 东湖市场内的臭豆腐滩 造成路过的六十一岁 卢姓机车骑士 以及正在用餐的五十一岁 高姓女子六十岁 陈姓男子死亡 另外陈姓老板娘 几例姓女店员 他另外一个那个比较严重 昨天就回家了 他另外那个在还在 三军总医院 私的家属接获恶号 赶到派出所后 申请沉重实在无法接受 那时候警方也在肇事车辆 发现电子烟蛋 但检测后并没有毒品成分 经尿液及血液检验 除不排除酒驾及毒驾 可能不过任意过失致死罪 将床下大祸的肇事少年 依法送斑 金新闻综合报道 追起悲剧我们可以避免吗 事发过后 肇事少年过往的黑历史 他莽撞的记录通通被揭发 网友就发现 他很常在自己的社群平台 贴出像这样子骑脚踏车 危险标速 蛇形 而且过弯还要压车的危险行径 他替这样的一个作为叫做 摔车 合击 公然在社群媒体炫耀 他的朋友就说 你这样子骑车的话 迟早会被撞飞 没有想到这一名15岁少年还回说 应该不会啦 现在还被发现 他曾经在网络社团想要买机车 似乎完全忘记他自己 只是一个未满18岁的无照少年 而且还说他可能需要分歧 如果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有同学他鸡婆一点去告状 有老师鸡婆一点去检举 或者是警察在网络上 看到他的贴文 看到他的相关影像 抓到他 那是不是可以让他及时走回正轨呢 以及最基本的 如果这一名少年 他的家人能够把小孩管好的话 是不是三名去吃饭 结果无辜被撞飞的人 他们就不用成为车底亡魂呢 而这一名15岁的肇事少年 他的犯后态度更让人无法理解 他居然在撞死人之后 他转发朋友的动态 上面就写着 东湖大网红 而且还说 宝贝你已经达到你15岁的目标了 这样的行径看在死者的家属眼里 恐怕都没有办法接受 而这一期惨剧也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电子烟 警方之后发现 这个肇事的15岁少年 不但无照驾驶 他可能还是电子烟的爱好者 医生就说 电子烟的尼古丁含量 比传统纸烟高非常的多 一瓶30毫升的电子烟 它里面的尼古丁含量 相当于抽225只 11包的纸烟 如果发育中的青少年 他太早接触到这样的尼古丁 他容易出现 冲动型人格 他的认知思考能力也会下降 可能这就导致 这一名15岁的少年 他会想要去无照驾驶 更不用说 这个尼古丁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兴奋剂 它会让你心跳加快 血压上升 这恐怕都是少年 他在紧急的时候 会把油门当成刹车踩的原因 而现在最新的数据 全台湾有将近八万的未成年 他们都在抽 我们刚刚提到的电子烟 而他们会是下一个 悲剧的主角吗 双手舞着脸弯下腰 把头低到不能再低 讯论结束后 少年搭乘警车 移送逝离少年法庭 就在三点半开庭后 迅速裁定收容 并解送少官所 而他的父亲也从案发后 赶紧派出所一路陪伴 直到开庭结束后 快不离开才终于开口道歉 根据了解原来传货的少年 因为父母离异 由外公外婆照顾 暂时同住在台北东湖 但因近日上高职后 由父亲接回 搬到新北永和 而父亲平时在中国 做电池生意 加进小康 时间要事发当天 少年趁外公外婆出国旅游 放学后搭捷运 回到东湖偷拿钥匙 骑脚踏车 到汐止停车场牵车后 开回内湖要找同学 没想到上路十分钟 就撞碎三个家庭 根据上年同学的说法 他在事发的前几天 就曾经有透露说想开车 当时朋友还有劝阻 没想到他不听劝 依然偷偷的开车上路 而就在教室之后 他马上打电话 给朋友告知出事了 而事后也被发现 这几名朋友就出现在现场 其实上年危险行车 早已不是第一次 过去骑脚踏车上路 标速压车 闯红灯还PO网炫技 看起来胆子相当大 事发前还曾在网路上 询问分歧买机车 如今闯祸教育局也回应 要求学校配合相关调查 另外少年家长 恐怕也得负起连带赔偿责任 而身为车主的外公 也可能被认定 因注意而未注意 同样恐怕会被函松罚办 少年有机会改过 但被撞死的三名路人 他没有机会重来 面对未成年无照驾驶 他们想秀 想炫 台湾没办法管吗 我们看到画面上 台湾每年大约发生 五万件无照驾驶的车祸 平均造成六百多人死亡 六万多个人受伤 这个数字是酒驾的五倍以上 而且如果你看到近三年的 无照财阀人数 你会发现 十八万到二十万 而且其中一犯再犯的人很多 将近三分之二都是累贩 那是罚太轻 他们罚不怕 就是不去考驾照吗 我们看到去年六月修正的法规 加重了无照驾驶的罚则 最高是可以罚到 两万四千块钱 同时监护人 要一起参加道安演习 车主也有可能被调扣 汽车牌照 不过如果我们拿来 跟其他国家比一比 台湾对待无照驾驶 还是太友善 我们看到在日本 如果你无照驾驶的话 最高面临的是五十万任元 大概是新台币十万的罚金 同时还可能被判处 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美国各个地方 它的规定不太一样 那罚金大概是 八万块钱到八千块钱 他们甚至对于累贩者 还会加重处罚 所以台湾的罚则 是不是太轻 你要罚到什么程度 才会让民众害怕 这也要进一步的检讨 否则这一次三死的悲剧 恐怕不是最后一起 目前三名死者的家属 他们也决定 他们要对少年提告到底 不只是肇事的十五岁少年 包含他的阿公 包含他的爸爸 都逃不过 甚至还可能要负刑事责任 检察官和罚医来到殡仪館 要针对遭撞身亡的三人遗体 进行相验 详细釐清死亡原因 有希望他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 在店里又昌无辜受害的 诚信和高姓死者 两家家属也陆续来到殡仪館 见亲人的最后一面 难言悲痛情绪 放声大哭 而对于肇事的少年 三名死者家属都已经提告 过失致死 强调要究责到底 但面对这名未成年的肇事者 也有家属吐露无奈心生 少年无照又标述 撞死三人 而根据了解 三名死者都住在内邦 其中在臭豆腐店 被撞身亡的两人 都是下班刚好去吃晚餐 结果碰上死结 而骑车的如性死者 是华航护运部门主管之力 超过三十年 每天下班都会搭乘交通车 再转乘骑机车回家 没想到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产运横祸无辜葬送生命 好多人三条人命 命上十五岁少年轮下 即使释放后 少年有再多的道歉和懊悔 三个彻底破碎的家庭 都已经无法复原 继续来是万有白昌报道 国道一号稍早在傍晚五点多 传出客运火烧车 车上的四十三名乘客 跟一名司机 幸好没有人受困 更多消息我们马上交给洛颖 好 主播观众 今天晚间五点半左右 国道一号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是一台这个大都会客运 二零八八号公车 在国道一号北上基隆 风向往这个八度的路段 突然因为不明的原因起火燃烧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 整辆车是停靠在路边 随即陷入猛烈的火海 而根据现场的乘客表示 其实一开始车厢内 就冒出这个汽油味 后来开始冒白烟 伴随着燃烧味 司机也赶快把车停靠在路间 大家就开始疏散 就在快要疏散完毕的时候 车尾就整个烧了起来 而乘客下车完就爆炸了 索性车上有四十三名乘客 还有一名司机 总共四十四人非常幸运 都全部撤离 没有人员受困伤亡 而消防队是派出七车十六队员 用这个化学泡沫来灌旧之后 目前火势已经扑灭 不过呢 整个事件也导致 整个路段回堵至少三公里 而消息起火原因 还有待调查理清 这是我们目前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 把时间前后交换给彭尼直播 国后回来 我们要持续带你关注 前总统蔡英文八天的欧洲行 目前迈入尾声 她获邀进入欧洲议会 也是第一位现任总统 进到欧盟总部的历史记录 马上带您看到台欧关系的里程碑 前总统蔡英文进到欧盟总部 这是卸任元首的第一次 同时还有欧洲议会大楼 有八十位友台议员 热烈欢迎小英 两个小时的热络互动 蔡英文强调 她要用民主自由作为共同语言 同时也有欧洲议员当场呼吁 大家一起阻止中国 不要让中国扭曲 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 同一时间在隔壁大楼 乌克兰总统泽恩斯基也进到会场 其实不止在议会大楼里面 蔡英文所到之处都是焦点 只要在路上看到蔡英文 欧洲当地的政要 就会上前聊朗句 他们到底聊了哪一些什么 以及为什么欧洲议会 这么挺台湾 独家的报道带你来看 首位台湾卸任总统 来到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 比利时绿党主席 主动对蔡前总统 伸出友谊之手 昔日因新疆人权问题 制裁中国官员 包含扣拉提在内 不少欧洲议会成员 遭北京当局反制裁 如今为抵抗中国扩权 站在同一阵线 不止欧洲议会 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 安格鲁热情合照 欧洲议会副议长 皮奇耶诺也亲自接待 加上比利时绿党主席 三人恰好都是对中政策 跨国议会联盟成员 而台湾今年也正式入会 其中IPA的努力 也非常的关键 因为IPA有包含 39个国家和欧洲议会的会员国 其中超过250个国会议员 一起为我们发声 他与80位友台小组议员们 交流了整整两小时 写下台欧全新篇章 事后蔡前总统也在 个人社群网站上传与主办的议员 莱克斯曼共同举杯的影片 欧洲议会新任 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安格鲁 昔日曾访台 事后也晒出和蔡前总统多张合照 大赞蔡英文是令人印象深刻领导人 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 台湾成为欧盟真正伙伴 面对北京脅迫时保持冷静头脑 展现政治精明 也提醒欧盟必须全力防止 该区域军事冲突 另一位长期挺台的 前比利时国会友台小组主席达尔曼 形容蔡英文是一位鼓舞人心的女性 称赞她带领台湾成为世界上 最繁荣自由的国家之一 并引用蔡英文致辞 提及中国犯台将对全球 带来灾难性影响 认为欧洲还没完全理解中国威胁性 台湾卸任总统首度进入欧洲议会 成了最称职的外交代言人 静新闻组合报道 前总统蔡英文的防护行程进入尾声 她也把握时间造访别利时当地 台湾夫妇开的珍珠奶茶店 那不只是珍奶 包含猪血糕 红豆饼 这些道地的台湾味通通都吃得到 这也让身为淀粉控的小英非常开心 你几岁 你会讲哪一种问题 好啦 摸摸小女孩脸颊前总统蔡英文 秒成慈善奶奶看到万圣节道具 玩心大气 她看起来是有点灭霧可恶 恐怖的样子 但是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是蛮可爱的 笑容长挂脸上 看得出蔡前总统心情有多惬意 都比利时才点台湾珍奶复合式餐厅 品尝到底台湾新滋味 特制的珠血糕红豆饼 还有台湾珍奶 让身为淀粉控的蔡英文笑开怀 喝完珍奶再品尝咖啡 像的也是家乡台湾 寻理完台湾为蔡英文特地到比利时卤问喝咖啡 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蕴含丰富历史文化 除了有欧洲最古老天主教大学 还有比利时文明世界的献榨薯条 足以让我们的外交代言人补足体力 好我们也观察到 蔡英文到访比利时的第二天 她的行程相对前几天来说低调蛮多的 大多都是私人的闭门拜会的交流行程 不过几天下来从这些行程当中 我们的随行记者他也发现在文化的互动上 有一些最新的观察 我们把时间交给人在比利时的记者林一婷 士气在这一次蔡英文的参访当中 大家都很关心政坛的反应 以及她跟各国政要的互动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她一直以来的特质 都是很温暖亲民的这个形象 她这一次出来也是有完整展现的这个特质 因为在很多的官室行程拜访当中 她也插入了是文化参访的部分 我们想来回顾一下 像是她第一站到捷克的时候 捷克很知名的老城广场 以及最古老的这个布拉格城堡 甚至到查理大桥上面 很多身具意义的雕像 她也都一一的走访了 另外到了巴黎的时候 第一站就去哪里 就是去文化很深厚底蕴的这个罗浮宫 接着呢在比利时的时候 因为她也特地来到了 就是很古老的大学城 就是鲁问大学城 这里离她的饭店是要半个小时车程的 但是她也是在满满的私人拜会行程当中 安排了特地安排了这个行程 希望能够来这里感受当地的文化 底蕴等等 因为大家都知道 欧洲的文化是非常的深厚的 因此蔡英文这一次的行程 也不止只是官方的部分 她也增添了这些比较温馨 软性的行程 希望透过她的特质 让这些当地的地主国 也能够发现说 我们的前元首是很在意这些文化的 而且呢其实欧洲啊 她的这些文化历史 甚至是民主进程都跟他们的建筑 等等是有相关的关系 因此蔡英文这一次呢 特别安排也是要展现 向国际传达这样子的讯息 好当然这样的讯息也不单是 前元首跟国际政要的互动 这一次的访问其实有一个 蛮有趣的浪点 包括我们刚才新闻当中也看到 不管蔡英文到哪里 都可以捕捉到台湾人的身影 那背后的原因 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一婷 是那这一次除了文化外交之外 人情也是相当的重要 因为我们近新闻的随行团队 其实都会提早把蔡前总统 隔天的行程来预告 那很多台湾的民众 我们在现场遇到的 他们就说是看了报道 然后特地来这里守候野生的蔡英文 那么其实蔡英文看到 这些台湾民众的这个反应 我们也观察到都是非常的开心 甚至是把他们当作老朋友 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 一开始在捷克的时候 他到查理大桥上面 就遇到一群台湾的游客 他们是看到他就非常的兴奋 在旁边等着他要跟他聊天 后来蔡英文发现之后 也是跟他们一路聊 从他们搭了什么飞机 去了哪些国家要玩几天 这些都问得非常的透彻 另外在公园2000论坛外面 其实有学生是在等候他 那从他进去之后 大概有时间 大概三四个小时 但学生都持续在外面等待 最后蔡前总统出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也是很兴奋 跟他们说 你们还在啊这样子 所以说那些学生 我们后来问他们 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兴奋 甚至蔡英文还把这个过程 PO在了社群上面 另外到巴黎的时候 有台湾的夫妻在当地卖面包 还有跟他们互动 并且鼓励他们 接着是在比利时 也特地到了离饭店 比较远的这个大学城 要来这里 因为这里有台湾的夫妻 在这里卖珍珠奶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蔡英文这一次的文化参访之外 对于人情台湾人的部分 都是特别有琢磨的 因此他看到他们的时候 都想要给他们一个家乡的温暖 同时间也像他 一直在国际上强调说 台湾可以在国际上 有一席之地 其实不只靠的是 国际上的好朋友支持 在我们这些当地的民众 他们也可以说是 民间外交官 能够在这里 把台湾的生活模式 以及民主等等理念 传递给其他国外的朋友 因此这一次过来 见到这些台湾人 也是一大亮点 而这一趟 蔡英文的访问行程 也被前AIT处长 丽英杰说 令人印象深刻 丽英杰最近出席 智库研讨会之际 他也发表 对于美国大选过后 美台关系的看法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 这关美国的大选结果 会如何影响对台政策 还有在观察 不过令人印象强调 美国的外交政策 基于国家的利益 所以具有一贯性 台美之间高阶率 会维持坚弱磐石的互动 除了提到蔡英文的 访问行程 他也谈到 中国近期的环台军演 好这时候英国的金融时报 就独家透露 原来在14号 中国的环台军演 他们有发射 两枚的飞弹 那为什么到现在 才被外媒曝光呢 原来当时中国发射的飞弹 不是朝着台湾 是朝着中国的内陆发射 专家研判 这样做就是想要靠火箭军的参与 测试整个军队的作战效能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 14号再度发动环台军演 一共派出153架次军机 36艘次海军及海警舰艇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 创下单日新高的记录 我们并没有看到它 类似像111年 有发布飞航公告 或者是禁限制区域 乃至于关闭海空域的这个状况 国据说 共军在环台军演没有发射实弹 不过英国金融时报 17号报导 共军这回没朝台湾发射飞弹 但还是有演习飞弹作战 也有朝内陆方向发射两枚 根据了解 当天共军并没有在操演区发射实弹 不过确实有从内陆基地 朝向内陆把场例行操演 发射两枚实弹 代表说 其实中国在联合力舰逼演习中 除了利用海空军的机舰 威逼台湾之外 其实他也发射了 这个所谓的火箭军的飞弹 来实验 他的全军的作战效能 预判的弹种 应该就是弹道飞弹 除了火箭军部队 金融时报也说 36艘次共军军舰级还进船 其中有25艘次 逼近到距离台湾 24海里的临街区 他没有进入24海里临街区 还是有一点克制 不愿意把事态升高到另外一个层级 对我们的防御这方 会构成很大很大的压力 这个就是他们 持续地用灰色地带作战 磨耗我们的战力 就跟海军司令唐华讲的 这个蟒蛇战略是相同的 在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来台后 军方没有公布有共军飞弹 越过台湾上方的外太空 如今解放军在其他地方例行操演 先遭到外国媒体揭露 恐怕也将引起民众更多质疑 这一次为了慰绕14号 快速应对共军围台军演的国军官兵 总统赖金德今天先后前往 空军作战指挥部 还有林口下湖新营区 特地颁发了加菜金 同时赖金的总统 他也首次跟正在空中的战机飞关 通话 我们带你看到稍早的画面 为了慰绕应对共军军演的国军官兵 总统赖金德18号一早 前往空军作战指挥部 更首度跟正在巡异的飞关空中通话 不只跟F16V飞关连线 赖总统随后也再度拿起话筒 感谢空座部全体官兵的付出 这一次中国的演习 我们大家都全神戒别 全力以赴 表现都非常的杰出 非常感谢你们 也敬请大家持续努力 发挥我们保驾为国的责任 谢谢你们 祝大家一些顺利 除了未免空军 赖总统也到林口颁发加菜金 与海军海风大队 机动二中队官兵 一个一个握手 话家常 机动二中队 在共军环台军演后 赖总统与前总统蔡英文一样 透过通话向飞关打气 试图以实际行动 整线政府作为国军后盾的决心 近新闻机关黄文杰 采访报道 好中国不只靠军演逼台 同时还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那现在是逼其他国家 要赶走台湾的驻外代表处吗 南非的外交部 最近常议要求 台湾的驻外使馆 十月底之前就要签出首都 他们还威胁 如果不照做的话 他们要关闭台湾的代表处 那在这之前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才刚到非洲大撒币 这也让人很难不把 这两件事情联想在一起 而台湾外交部也严拟 相关的反制措施 中国大撒币笼络非洲国家 习近平上个月才在中非合作论坛发表演说 南非政府近期就要求我国驻管 签出首都普勒托利亚 甚至扬言如果不撤出 就直接关闭代表处 会这么大动作施压 不外乎与中非联合声明有关 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 与南非总统 拉马佛沙会谈后 发布中共与南非 关于建立新时代 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 其中声称台湾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外交部随即展开奔走及游说 恰请南非政府内的友台政要协助 并且向七大工业国集团寻求支持 如果南非政府最终仍然 执意屈从中国改变现状 外交部也将基于对等原则 引领所有可能的应对方案 以捍卫我国的主权 不过对于台湾遭中国打压 兰英立委把责任归咎给政府 有进行过外交修平 在那个时候 两岸的关系很浓洽 最终还是因为执政的这个赖政府 赖政府的这个执政方向 是不是应该要检讨 外交的工作 对台湾来讲 本来就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 我也相信他们非常的努力 我们会作为他们的后盾 争取中华民国主权的尊严 体恤外交人员辛劳 面对中共打压 我方态度坚定 捍卫主权尊严可不容换 最近最夯的活动之一 就是像这样子 去河边淘金 因为最主要受到 国际局限影响 金价又在飙涨 也带动淘金热潮 稍微带你关注 最近最夯的活动之一 大概就是淘金 因为国际金价又在飙涨 18号的银楼牌价 每钱是来到 一万九百块钱 另外黄金存折的卖出价 也创下历史新高 每公克是新台币两千八百块 但是在国内也爆发淘金热潮 包含在金瓜石的抱团人数 持续冲高 过去网红去淘金的影片 点阅率也上升 连知名实况主眼来是手气 从看起来像垃圾的泥沙舟 数次手摇挑选后 亮晃晃的沙晶竟浮现眼前 说不定奋力一搏 真能财富自由 实测完毕 还有70% 把它提炼成 今天的话还会有个好顺 所以再乘以 今天我们的回收价格 六四九零 一千七百八十块 实测完毕还有网友想呛着体验 因为换到的钱实在是大开眼界 其实从东北角山城 金瓜石跟九份 再到新竹关西 苗栗南庄 台东池上都曾是韬金秘境 有业者看准商机 开团韬金 还分享笑配搏 随着金价持续走高 国内在线投金热潮 台银黄金存折价格 跟着进阳 18日第一盘挂牌卖出价 标上每公克两千八百零英元 历史新高 还卖出每公克两千八百一十七元 跟去年十二月中 一千九百八十六元 低点相比 不到一年 每克就相差了八百三十一元 毕竟黄金拥有避险抗通膨功能 大环境下 可说是一涨难迭 好 这礼拜水的难题系列专题 我们带您看到 台湾西部县市唯一没有水库的彰化县 过去这个地方 它的电镀业非常兴盛 所以留下一座座的农地工厂 这些废水就污染到当地的农田 那虽然政府加强辅导同时迁移 不过在当地 还是有很多迁不走的工厂 同时被抓到 他们把有重金属的废业 灌到了地底下 也让人担心地下水跟农田 是不是被污染 那这样的农田 还有人敢种植物吗 我们就发现 其实不少的农地被拿来种光点 带你看到追踪报道 彰化检方经过两个多月的侦查 掌握祥赫益松企业 苏正会工业等十间工厂 排放有毒废水 污染上千公顷的农田 没有水库的彰化 同时也是农田工厂最多的省事 农委会2017年调查农地发现 有13多万家的工厂 盖在农地上面违法使用 总面积1.4万公顷 形同550个大安森林公园 其中面积最大的县市 就在彰化有2348公顷 彰化农地工厂灌全台 有其背景因素 顶帆婆一带 过去是全世界六成水龙头的生产地 最多的时候有数百家工厂 而不断传出的电渡后工业废水 就排进农田 附近的水跟土都养出 你我餐桌上的米吗 像这两边都是 看起来有住家有工厂 都有 对像这就是工厂 都是农地工厂 而且面积不少 都很大 这边都是这样子 雷鼎帆婆几公里外的福星农田 或远或近传出了工厂 重积聚的声响 与农村应有的敬意实在冲突 2015年彰化县推动整治计划 清理裂管污染的农田达350公顷 经过9年解除裂管 但解除之后又发现 重金属在裂管一次 不是二度污染 就是污染还没有完全解除就解禁 这段期间种的米去了哪 让人担心 2002年裂管 2004年解除 它有各同新链四种污染源 然后2013年再来看的时候 还是一样出现了各同新链 这重金属都还是存在 红色的这个标记出来的 都是重复列管过的农地 146块是指河美还是我们 河美陆港彰化 但是河美比例最高 然后我们也曾经想要问 在陆港在地的米店的老板 然后他就说他们不卖陆港的米 因为他们其实在地人都知道 就是污染很高 大家都不会想要吃 但实际上这些米还是有人收购 相较于工业区 农地工厂被特许用较低的成本 在农地上运作 一旦排放污染 对环境食安的影响很大 政府在2020年以工厂辅导法 辅导农田工厂 鼓励他们迁到工业区 或是先办理零食登记 再接受辅导 等同就地合法 但是纳管之后 污染违规的建树 竟然增加三倍 甚至有28家工厂 取得登记后是污染的累贩 而在网购电商发达之后 还有另一个不定式炸弹 里长打开地下水龙头 橘红色的污水奔流 散发恶臭 这来自昭化二林镇的 一家职业公司 总是把污水灌尽地底 光是这个厂就被环保单位 开罚132次 厂区面积超过一半是农地违建 身为全球第四大工业造纸公司 同时也是某某虾皮纸箱的供应商 常年超抽地下水污染农田 这个冠犯还想钻法令漏洞 向彰化县申请扩厂 遭地方人事抗议 2024年当地还要盖第11座焚化炉 处奴居民 我们彰化是一个高度利用地下水的 不管是棺盖沟取 然后把中金属吸附在这植物上 植物可以透过移植的时候 就是收割的时候把它带走 然后这个农地的中金属越来越少 但是直升的解决中金属污染 时间比较久 所以我们看彰化其实很少处理这件事情 从电信公司退休罗先生 他的地义就被工厂包围 污染看太多了 他们不再农作 索性养花休闲 就一直很奇怪 为什么做电镀没有汇水 后来被抓到 抓到就是我收的 赚了好几亿 可是他那个 关应该没关多久 大概工了一两年应该有 了解 他不知道藏钱 不知道偷还多久了 那个 我看至少三四十年 绝对跑不掉了 只是彰化人相信自己的土地 还认真地耕作着 如果整治需要时间 至少让彰化人 有安心的水可以喝 美国总统大选 倒数剩下不到二十天 执行长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居然捐给川普超过二十亿 稍等你关注 要如何抖过以色列的追杀呢 去年十月四号 对以色列发动突袭的主谋 辛瓦 证实遭到疾病 过去他为了不被暗杀 他刻意跟以色列的人质 躲在一起 让以色列的军队 不敢贸然攻击 不过这些人质在九月初 遭到杀害 也让哈马斯的领袖辛瓦 瞬间失去人肉盾牌 也让以色列成功报仇 有仇必报 以色列说到做到 以军十七号证实 击毙策划去年十月七号 对以色列进行恐攻的主谋 现任哈马斯领袖辛瓦 以军用无人机 进入疑似辛瓦藏身处 捕捉到辛瓦生前 垂死挣扎 尽管已经奄奄一息 人奋力举起棍子 丢向无人机 法医办公室外 挤满大批人潮 因为没人敢相信 死的真的是辛瓦 以军现在十六号 派坦克攻击 加萨与埃及接壤的拉法 一处疑似有哈马斯 藏身的建筑 一阵扫射后 确认击毙三人 但直到遗体被带回检验 法医才确认 其中一人正是辛瓦 辛瓦一直都是 乙军头号战犯 但经过多次暗杀 都没成功 因为谣传辛瓦 用以色列人质来当保命符 防止乙军偷袭 不过九月初 乙军在加萨地道 发现六名死亡人质 当时乙军取得了辛瓦的DNA 也简洁推测 这六人就是辛瓦 用来保命的人质 以色列举国欢庆辛瓦之死 因为哈马斯高层 一个个都被乙军歼灭 总算报了十月七号的 一箭之仇 近新闻林美杰黄品杰报导 好 随着哈马斯的领袖 跟高层一个个被击毙 那这场战争 有没有希望停火呢 目前国际间就把这个机会 当作是停火的最佳时机 同时也敦促 以色列跟哈马斯 可以透过外交途径 达到终止战争的目标 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亚 的态度还是很硬 他强调战争 并没有因为这样结束 哈马斯领袖辛瓦 遭到以色列击毙 美国 法国纷纷制定 以色列表达祝贺 认为眼前机会 就是停战曙光 形容这是全世界的好日子 美国总统拜登喊话 下一阶段目标 就是迈向加萨停火 还说江派国务卿布林肯 前往以色列 为推动停火继续努力 国际间积极敦促双方停战 但恐怕没这么快 辛瓦的死对以色列来说 无疑是一记强心针 总理纳坦亚胡强调 加萨战争不会因此结束 誓言要将哈马斯手上的人质 全部救回 而中东战火延烧的不止加萨 现在黎巴嫩真主党也成交点 美方点名黎巴嫩当前战火不断 喊话希望透过外交途径 达到停火目标 不过原先看似态度软化的真主党 在辛瓦死讯传输后 却扬言将持续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更称战争已经迈向新一阶段 让中东局势更加难以预料 近新闻 林际黄平杰报道 好 这一段你关注到 属性下十七天的美国大选 这一次谁可以入主白宫 七大摇摆中的重要性 更甚以往 因为目前支持者都已经归队 而在今天摇摆中之一的北卡 也展开提前投票 到底会是前总统川普继续卡位 还是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 他会掀起蓝潮呢 恐怕都会跟先前的飓风灾情有关系 不同原因 跳投不同候选人 但同样选择提前将自己手上的珍贵选票 投入票轨 在九月底遭受海伦飓风重创 展开漫长重建路的北卡罗莱纳州 在十月十七号展开提前投票 预估会有高达三十五万投票人数 在选前遭遇天灾巨变的选民 会不会因为政府应变作为 或是候选人承诺而改变投票意向 成为这个关键摇摆州 持红或转栏的关键变数 选战进入倒数阶段 在勇闯保守派福斯新闻 被主持人杜杜逼人 又打断至少三十八次 而明显不悦的贺锦丽 力甩负面评价 继续抢攻摇摆州 对手则是再度开酸 身旁难得有妻子梅兰尼亚陪同 在纽约出席天主教务团晚宴的川普 趁机挖苦以影片致意的贺锦丽 不尊重天主教徒和慈善机构 距离十月五号正式投票日最后十七天 贺锦丽和川普都卯足劲 就是要拉拢选民的心 继续新闻读者的高 李之前报道 好 不过拉住选民的心 少不了就是要宣传要广告 也非常烧钱 但是川普他也找到自己的大金主 您看到根据最近数据 画面上这三位的亿万富翁 短短三个月内捐了超过 七十亿新台币给川普 其中包含了特萨执行长马斯克 他一口气就捐了二十四亿左右 而他也不止捐钱 连续五天现身力挺川普 不过川普的对手贺锦丽 才是名副其实的募款王 从七月他借下拜天的帮子 宣布参选到现在 他已经募到了超过三百二十二亿 创下史上之最的记录 另外美国前总统高龄百岁的卡特 他也透过邮寄选票 要来支持贺锦丽 已经选边站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周四上台力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说宾州不能输 自然过去在政治上不积极的马斯克 准备连续五天为川普站台拉票 捐款也毫不手软 已在自家挺川委员会 捐出约二十四亿台币 要帮川普重返白宫 但此时当然也有富豪支持贺锦丽 有人陪着回放威斯康辛州 帮忙说经济 贺锦丽只需要补充川普一系列争议 说他很不稳定 根据七大摇摆州的最新民调 贺锦丽目前在四个州取得领先 但差距始终无法拉大 民主党砸大钱催票时 舆论却四起传出拜登唱催贺锦丽 对欧巴马说他没我强 其因就是参加民主党大佬 桑里时的悄悄化片段 纽约邮报请专家解读淳语 而NBC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美东时间18号清晨 全美已有890万人提早投票 而民主党籍 现年100岁的美国前总统卡特 也已经完成邮寄 说要力挺贺锦丽 请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不只是经济学家 认为川普计划的课税政策太美好 现在就连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 他也警告 如果像是川普这样课征全面 而且无差别的关税 就会让通膨越涨越高 叶伦他尤其认为 跟中国的贸易跟投资 其实可以替美国的企业 跟劳工带来巨大利益 那这样的一个立场 跟川普明显是站在对立面 所以在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之下 美国的选民 他应该要采取哪一种的经济政策呢 我们带给您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 汪吕中老师的看法 其实现在美中之间我们说进入到结构性的竞争 短期之内这种冲突 这种竞争关系都不会改变 那么接下来考虑的就是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策略来面对这种竞争 然后还要能够有胜算 在美国比较鹰派的 这里的鹰派不是说在军事上面的鹰派 在经济上面也有比较鹰派的态度 比较鹰派的态度就是像川普所说的 透过高额的高比例的关税 来导致美中之间的贸易可以取得再平衡 因为所谓的再平衡是指 如果可以加征百分之百 甚至是百分之一百五的关税 那这样的一个关税的限制 就会导致整个中美之间 中国进口的这个产品 当然它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连带的成本上升之后 有可能也会造成中美之间的贸易的平衡 也就是逆差的状况会改善 这是比较鹰派的做法 他们认为下猛药 才有可能真的改善这种贸易的差距 可是另外一方认为 如果采取了比较高额的关税 温和派的像是叶伦 他认为如果采取了高额的关税 就会导致这种成本上升 成本上升 中国来的产品 比较低价的产品 在美国的市场 必须要卖比较高的价格 它会连带的造成美国的通货膨胀 一般的美国民众 就没有办法买到合理价钱的产品 所以他们比较担心 到底哪一个说法才是正确的 老实说 就算连经济学家都支持不同 都有支持不同的这个论述 所以我们实在是很难说 哪一方真的会对美国 或者对于世界的经济 带来比较正向的发展 可是可以确定的是 不管是谁当选 整个全球的贸易 贸易的制度跟贸易的体制 恐怕都必须要重新的思考 因为就算是采取比叶伦所说的 民主党比较温和派的方式 来进行中美之间的交流 或者是竞争 事实上中国大陆现在所采取的 包括了像是低阶晶片的清销 太阳能电池的清销 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价格上面的波动 也就是美国也就算不采取 比较强力的关税的这个保护的措施 也没有办法真的阻挡 来自跟中国之间的贸易 所造成的通货膨胀 或者是价格战的状况 那简单来说 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种竞争关系 可能在未来的四年 或者甚至是八到十年 都会持续地出现这种 比较比较竞争的状态 而不会是比较温和 可以坐下来共同跟谈判 在这种状态之下 所有的其他的中小型的国家 包括台湾在内 都应该要更进一步地思考的是 怎么跟中美打交道 好 如果在美国社会非常担心的是 假设前总统川普他落选的话 他愿意认输吗 如果他不愿意 那当时四年前的这场闹剧 可能会重演 我们待会看到在2020年 当时大选结束之后 川普就说选举作弊 他不认输 到了隔年1月6号 当时国会要认证 计票结果 没有想到好几千名的 川普支持者 跑进去国会山庄 造成一名远警 四名民众死亡的事件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请 汪女中老师 他在美国的观察来看 到底要怎么减少这样的一个 选后暴力 或者是对立情绪 要如何做 这种担心跟这种气氛 事实上是存在的 而事实上在美国各州 尤其在南方州 也开始做出各种的准备 包括我们自己在德州 我的学生 他有人是担任国民兵的 就已经正式的接到通知 在大选的期 从现在开始到大选过后 一直到美国总统 新总统就职的1月20号之间 如果要离开你的 回报的驻地的营区范围之外 都必须要回报 都必须要成报告 才能够离开驻地 其实这已经反映出来 恐怕现在美国的选举氛围 相当的极化跟对立的情况之下 他担心的 大家担心的 不只是在上一次 在DC出现的国会 三桩骚乱事件 恐怕更担心的是 会不会出现遍地开花的情况 而这种遍地开花 不会只是单方的 像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或者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而是双方都有可能 采取比较激进的行为 如果是川普当选 民主党恐怕也会觉得 选举是有不公平的 或者是对于川普的高度的反弹 而造成一些情绪性的举动 如果是贺锦丽当选 那毫无疑问的 川普的支持者 比较激进的部分呢 就有可能在南方的各州 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 因为长期以来 从2020年就有不少的 这个说法 认为川普实在是没有输 而川普自己本人 也都没有公开的承认 他2020年大选已经落败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如果川普不信落败 事实上共和党的选民 要能够吞下落败的事实 恐怕也是不容易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美国的社会 确实是出现一种 比较焦躁 比较担心 真的可能民主 会出现一些挑战 主要的原因 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 不如预期 最新的数据看起来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中国国家统计局 在今天公布 第三季的GDP年增率是4.6% 虽然稍稍高于外界预估的4.5% 波涨的增幅是去年三月 到现在最低的记录 这主要就是受到防市 跟消费力疲软的拖累 民众消费还是能审则审 中国内需不振情况不见好转 通缩阴霾回之不去 中国第三季7月到9月GDP揭晓 比经济学家预估的4.5%略高 但低于第二季的4.7% 成长幅度也是2023年3月以来最低 根据估算 中国今年前三季GDP平均年增4.8% 第四季GDP成长必须达到5.5% 才有可能达成保五目标 官方持续信心喊话 但专家指出中国最大问题 在于经济成长不均衡 民间消费动能迟迟拉不上来 房市也还在苟延残喘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也示警 中国经济体已经大到难以再靠出口驱动 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 转型为靠消费驱动的经济模式 未来GDP成长恐怕会下滑到4%以下 近新闻王杰黄炳杰报道 然后后来我们接着来关注 风靡全球的玩具品牌泡泡马特 10月3号在台南的购物中心开幕 很多民众为了要抢限量的 拉普普盲盒 结果爆发了冲突 好的 你看到人气公仔 拉布布就画面上这一只 它现在真的太红了 如果你要到现场买 根本买不到 所以就很多民众会上网买 但要小心可能碰到的是诈骗 有一名陈小姐她在淘宝网上看到 拉布布的联名款非常心动 从10月初下单付了钱 但是对方不肯出货 讯息也完全不亏 而且点开卖墙还发现 价格偷偷的越涨越高 最后发现可能是诈骗 人群女团Blackpink Lisa 拿着拉布布打方自拍 Rosey也拿着小芝麻痘痘炫耀 由Blackpink加持让拉布布人气 抢抢棍 看看西门京旗舰店 平日依旧人潮不减 所以有民众想买都买不到 选择上淘宝网购 一看到联名款心动到不行 立刻下单 没想到却是噩梦开端 陈小姐等了一周多 卖家还是不肯出货 不断推托 甚至直接不回讯息 真的让人气到不行 消费者好无奈点开官网 还发现价格还偷偷变贵 10月17号又去看他的淘宝卖场 那一直又涨价到8000多人民币 后面他不回复 也没办法一直请他出货 因为他就是不撩我 就是不撩我 后面我就直接申请退款 然后很好笑是 一个小时之内火速就退款了 随着网购兴起 跨国网络消费也屡屡传出争议 第一个先跟卖家反映 那如果跟卖家沟通无效 可以利用网购平台本身的申诉途径 要求平台介入处理 那也可以利用跨国争议处理网 econsumer.com来进行上网的申诉 民众跟上风潮买盲盒体验乐趣 还是要多加留意 网络上的东西可能都有诈 上网买会碰到诈骗 但在现场买有可能碰到冲突 我们待会看到泡泡马特 10月3号在台南的南方购物中心开幕 一开幕果不其然吸引大批人潮 昨天早上跟今天早上 购物中心都还没开门营业 很多民众就挤在门口 等着就是要抢我们刚刚画面看到的 La Pupu盲盒 过程当中还发生推击事件 购物中心门一开 排队民众全都跑起来 过程中不断发生推击 还有人穿越封锁线试图插队 引发其他人不满吵了起来 南方购物中心18号 一早都还没开始营业 门口已经挤满人潮 排成长长的队伍 为了抢购泡泡马特新品公仔而来 看情况啊 如果休假就来这样 不会啊 中国玩具品牌 泡泡马特顺丰席卷全胎 10月初到南方设快闪电 10月3号开幕后 每天吸引排队人潮 冲突推及场面也是每天上演 看今天有没有贩售 比较热门的商品 那我们今天有吗 今天没有 每天早上都这样 就是大家都是来抢 看有没有推出 就是比较夯的商品 人气喇扑扑像是男韩女星 LISA同款的星动马卡龙系列盲盒 做做派对系列盲盒原价都是四百五十元 网路价格至少喊到翻倍 还是有钱也买不到 快闪电一出 粉丝们抱着有牌有机会的心态 每天来守候 南方购物中心表示 将会加派工作人员引导 也会重新规划排队动线 维持秩序 金新闻陈宇 黄一轩采访报导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是黄胜凯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